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Radiant Worlds公布了一款全新的沙盒网游天空传奇 根据介绍天空传奇的故事和游戏世界将会随着英雄们旅途的延续而发生改变 游戏中包含了大量的沙盒元素 例如像素化地形 伐木 采矿以及手工制作 游戏中还包含了许多PVP竞技场 目前天空传奇计划将于近期在英国展开阿尔法内测 将于明年夏季发售 如果你觉得GTA系列还不能满足你作恶的冲动 那么叠血街头一定会是更好的选择 开发商近日公布消息称 计划在2015年面向PC平台推出叠血街头回归 覆盖Windows Linux和Mac三大操作系统 另外 新作还将使用虚幻4引擎制作 以求得更加真实的画面和物理表现 据介绍 叠血街头系列是游戏史上最受争议的游戏 它不断地挑战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 也不断给玩家带来疯狂的快感 美国数十个州都将这款游戏列为禁售游戏 但是这款游戏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依旧取得了惊人的销量 为厂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之前 龙珠Z官方放出过一段 龙珠Z2015年新剧场版的预告片 内容大致说的是要神龙 实现一个史上最邪恶的愿望 复活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而这个十恶不赦的人究竟是谁 官方终于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全宇宙闻风丧胆的菲利沙大人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 新龙珠剧场版的名字就是龙珠Z复活的F 这个F显然就是菲利沙的首字母了 根据海报上的时间显示 之前宣称4月25日上映的时间 被提前到了2015年4月18日 这肯定让众国融入的本丝们惊喜不已 由韩国Newest Game开发 搜狐畅游代理的工程类MMORPG神佑 将于本月26日展开韩国 第二次封策的目击玩家行动 与此同时官方也放出了 二次封策的最新游戏宣传图 以及将全面迎接战斗尾要求 准备带领玩家迎接阵营间的激烈战斗 神佑是一款中世纪欧洲魔幻MMORPG游戏 由曾经开发过天堂2 永恒纪元以及Terra的研发人员开发 游戏采用虚幻三引擎 强调具备特色剧情与华丽壮破的奇幻场景 国夫的首次时间定于2015年 好了 本期游戏抢先报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小伙伴们关注我们片尾的微博微信 及时收听与我们互动 你的每一份建议我们都会认真听取并改进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